建保署 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资料来源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但是我相信你将来绝对不会是要 从这边下层资料 各位 在这个地方 因为 建保署已经把所有的 就是说可以开放的资料放在网路上 开放平台 供大家来去下载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当然就是要到什么地方 到这个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然后 接下来我们 我们要 要去 去这个地方 就是Google搜寻引擎 就直接输入 健保署 就先到健保署的网站 健保署 真的期待 期待有很多很多人 就是我的学生啊 能够去就是 一起来分析这些开放的资料 好 健保署 卫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险署 点下去之后 然后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现在正在推的是 这个疫苗 疫苗接种 但是 我这边也稍微讲一下 我们国家的现在一个政策 卫福部的一个政策 因为 势必在开放之后 就是说等到大家 都接打了疫苗之后 你可能要到 像我们 我们现在是限制不能去国外 因为我连疫苗我都还没有打 虽然我被归类在第七类 但是我就始终坚持 我就飞沫的那不打 那一种人 所以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打 那可是 假设我今天 我在台湾打了 这个 两剂的疫苗 我去美国 我去法国 例如说做学术的参访 那这个时候 我一过那个海关 他们就要去检查我 到底什么时候打的 然后打两剂之间的有效期之类的 这必须要有一个叫做 国际交换资料标准 我们现在正在推施 File标准这件事情 有了这个File标准之后 我不管到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 海关他都会查清得到 我疫苗注射的接种的 注射的情形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这不是只有在台湾 这是要全世界 台湾也可以检查外国人士入境 那相对的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健保大数据 这个网站导览 所以在最下面 所以请卷走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健保资料站 这我想大家只要是喜欢做视觉化分析的人 看到他非常非常高兴 好 请网上有看到有一个叫做健保资料开放 对就是他健保资料开放 好 我们是拿开放资料来做分析 那如果说你去拿别的已经统计好的资料 这就比较可惜一点 好了 这边点健保开放资料 这里面非常非常多 但是 但是你针对统计有25个 城堡有32个 医务管理20个 医疗品值170个 好 我个人因为我是研究 就是跟疾病跟癌症有关系的 好所以这个医疗品质是我今天希望跟你们分享的重点 那为什么我不碰这个药品跟医材 这太难了 这一定要很专业 举例来说 光是脑中风 那个可能是来自于高血压 那抗血酸药 你知道有多少种 几百种 那针对药品 这不是我专程所能及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不敢去涉猎 还有其他 好了 不管怎么样 假设我现在 我们就先点统计好了 统计 然后他这里面有25个 25个 好建议 建议我为了我们等一下的研究分析 我可以点这个csb 点这个资料类型 我锁定csb 好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Power BI 或Table这种软件 他都可以读pdf 好 就是csb跟pdf都可以 所以各位如果你手头上有年报 假设你有中部中部业务的近30年的年报 他一定是pdf党 pdf党的话 他可以直接读进来 好 绝对不是你做的什么复制贴帐 人历层 不需要 那odh对不起 他不支援 这是这是我必须要讲的 这几年几乎大家都在开放的资料 都是用open data system 所以这个是不支援 这是唯一我觉得很可惜的 好 那当然ECEL他支援 但是我不推ECEL 因为ECEL有很多问题 这个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在研究 例如说ECEL的资料 结合POWVI的ETL 然后怎么样让他变得就是更有效 好 那请各位点这个csv csv是什么资料格式呢 就是每一笔资料跟资料之间 对不起 应该说每一个栏位跟栏位之间 他用逗号来做分隔 好 这个c 就所指的就是come out 就是逗号 好 好 那S就是separate separate就是分隔 所以 这个逗号分隔的版本 好 所以 稍微知道一下 原来 就是一个栏 跟一个栏之间 他用逗号来做分隔 好 所以假设有六个栏 他就有五个逗号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你看到这里 这里相关的资料 像例如说小儿气喘缓解什么什么的一个参与院所名册 稍微看到 这个资料 大概就知道说 这可能就是在介绍 有参加小儿气喘的医院名册 然后他重点是后面中医门诊总额指标 他有这个指标 里面什么叫指标 看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内容 来去跟你分享 那在这里 这里稍微去往下看 有 例如说第一页 第二页下面有非常非常多页 举例来说 第二页 第一个是什么 子宫肌瘤手术 当次住院日数 大于7日的比例 好了 因为我们是要着重在做那个成效分析 他为什么要开放这个资料 我稍微讲解一下 子宫肌瘤手术 当次住院日数 就是他做这一次 他去做子宫肌瘤手术 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是不太需要住太多天 例如说超过7天已经算是一个 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了 那如果超过7天 他要去计算这个比例有多少 好 那他其实都帮我们算好了 如果说你的业务是在做这件事 你要懂到底我们拿到这个资料的成效分析 是要算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不用算了 我们就在做视觉化分析 因为今天我们重点就是 拿到这些资料如何做视觉化分析 好 我再依此类退 好 有第三页 第四页 我现在要跳到第好像是第六页吧 跳到第六页 你看这边什么 置付差额材料数量占比例 在基层诊所 置付差额跟医学中心的置付差额所占的比例 好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分析 以此类退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这一个 就是 住院门诊住院 住院14天内再住院率 这个这个 住院诊断关联群支付制度 DRG之案件14日内再住院率 对不起 我觉得我好像是找一个那个叫做出院 然后14天内又再住院 我看一下是不是在第七月 那就第六页了 第七页对象 好 谢谢 好 第七页最下面 就是 你看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学那个比较容易懂的 就是出院 出院 出院 14天内又再住院 对不对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们来去关心 好 其实我们做这件事主要就是那个 怕那个医疗过度浪费 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其实他这里面 举例来说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之后 我不曉得各位敢讲是什么 像脑中风 脑中风 那个 假设他今天 不管是梗色情或是初血性 然后呢 上午在这家医院 看中医 然后呢 医生说好 你当然没有什么事出院 上午他跑去看 对不起 上午看西医 下午跑去看中医 那当然了 当然就是说那个 呃 站在病患的立场 他可以做这件事 那 中医也不会说拒绝不让他去做 但是我只是说 我们来去了解这样子的医疗的一个使用的比例分析 好 那这边 我们这一次 我们今天讲的锁定这个主题就是 非计划性住院案件出院后14日以内再住院率 请问一下有可能发生吗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才刚出院14天 你不能在这14天内再住院 没有人这样规定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情形到底是怎么样 好 来 我们就点他 其实直接点CSV就好了 可以吗 但是我希望你们大概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面的资料 这里面资料 其实他只有放那个104年之后的资料 那如果说103年能到之前就没有健保的数据吗 当然有 对吧 健保从哪一年开始 19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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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去行政院教大数据分析 看到台湾20年那个健保什么什么 那个年会 就是他就把那些所有的参与用健保大数据写的论文的 这些人全部找来拍这个年会真的是真的是很棒 反正这真的是我们台湾一个很重要很棒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是你没有把这些东西去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可能是过度浪费使用的这种现象 你就很难去说明 因为没有人去分析这些东西 好了 他是美季 所以我这边我要讲 103年绝对有资料 102年绝对有资料 101年绝对有资料 那你们到时候自己拿到自己的资料来做分析 那我现在呢 一季可能一家医院就只有一个数值 这样子的资料的密度来说 你们应该可以拿到一家医院 一季 一家医院 各个病患 各个病患的密度 可以理解吗 在资料密度上面来说 但是很抱歉你也只能拿到中区业务的这些资料 那如果说你今天拿北区 因为你要做比较 你还是只能拿到这个开放资料 这样大概了解 所以你们要把今天这件事情还是要学会 那明天我们就是在教你说如何去串资料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资料把它下载下来 在这边 最上面 这个CSV 刚刚上一页 那个CSV就可以点它了 可以吗 因为我已经下载了 我这边我就不点了 可以吗 你们现在 我会跟着你们去抢那个情况 你们这些东西 客气了 好 各位 这个非计划性住院的资料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你怎么知道 左下角这边 好 可以吗 我就继续了 大家都下载好了